新北市和四大超商合作 推出幸福保卫站 免费吃价值80元的应急餐 这样的良善美意 现在在苗栗后龙也有 一群农特产品商家 成立在地生活文化馆 其次每月所得的部分盈余 提供爱心小米食 给弱势朋友免费品尝 既能推广在地特色美食 又可以发挥爱心 滑嫩的豆腐水版 营养丰富的三色水饺 这些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 现在只要拿着关怀券 到苗栗在地生活文化馆 若是朋友就可以免费品尝 不去老人或是游民 或是小朋友 他没有生活比较困苦的 需要给我们这边协会来处理的 来帮忙的 我们会就把这三百张 三百张的爱心券共同发出去 这个生活馆 是由一群曾经从贫困中 走过来的朋友 抱着回馈社会的心意所成立的 我们看到很多那个 弱氏团体在设那个碳 他们卖的东西 我就觉得说完全不对 因为他们卖的什么 书宝 矿泉水 那跟我们苗栗 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才被几个人 坐下来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结合 然后去把这个事情都推过 不只提供免费餐点 他们更希望 辅导弱氏朋友 学习技术 自力更生 你靠社会上的大众 一直见证也不是办法 那我们可以给弱氏团体 他们在涉贪的时候 做我们苗栗的农特产品 他把所有的盈利的守得 扣掉成本之后 盈利守得全部都给他们 在地生活文化馆的成立 推广了当地的米食文化 也照顾到弱氏族群 清唐也还电视 陈彦如江淳慧 台湾苗栗 通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